哈喽,欢迎收看公民丁 在前几支影片我们已经介绍完了分工的部分 但是只有分工是没有用的哦 分工完要贸易,大家才可以享受到分工的成果吗? 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的这个例子 虽然哈威大神跟泛舟哥进行了专业分工 可是如果没有贸易的话 泛舟哥手上就只有100颗芒果 哈威大神就只有100个哈密瓜 你是要叫他们吃到兔哦 所以还是要贸易,分工才有用哦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国际贸易与分工 所谓的国际贸易与分工呢 其实就是基于我们前面介绍的比较利益与机会成本 各国会生产机会成本低的产品 并且利用比较利益法则分工 接下来在市场上进行国际贸易 举例来说 纽西兰它有先进的畜牧技术以及适合的气候 所以他们从事畜牧业的机会成本比较低 具有比较利益 所以他们会出口羊毛啊奶粉等等 至于越南则是劳力比较便宜 所以在劳力密集的产业上是制鞋 纺织等等具有比较利益 所以他们就会负责从事这些产业 再出口到其他国家 但是要进行国际贸易 需要考虑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汇率 原因是要进行国际贸易的话 必须使用可作为国际支付工具的货币 毕竟别的国家又不用新台币嘛 而这些货币呢就被称为外汇 比如说美元、欧元、日元等等 都是类似的例子 也因为我们要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 都要先把新台币换成其他货币 所以说国际贸易会受到汇率的影响 但是到底会怎么影响呢? 它最主要是会受到汇率升值、贬值的影响 在这边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 你可以把外国的货币想象成一种商品 举例来说 现在美元换新台币是1比30 也就是说你要30元台币 才可以买到1元的美金 当今的汇率变成1美元换32台币 也就是说32元台币才可以买到1个美金 代表着要付更多的新台币 才可以买到一样多的美金哦 这个就是新台币贬值、美元升值的状况 聪明的你一定知道 如果今天变成1比28 也就是说 现在只要28元就可以买到原本30元 才买得到的1美金 就代表着新台币升值、美元贬值咯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不太理解 这样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吧 今天我们要卖一颗300元新台币的芒果到美国去 原本汇率1比30的时候 在美国价值10美元 但是如果今天新台币贬值 美元升值变成1比32 现在就只要9.38美元左右 价格就更具竞争力咯 所以说贬值有利出口 但是如果新台币升值的话 卖到美国反而会变成10.71美元 变贵了就没有人想要买了 所以说升值是不利出口的 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今天要从美国进口750美金的iPhone 6s 原本汇率1比30的时候 在台湾的价格是22,500元 如果新台币升值 那么就只要21,000元内现省1,500 所以说升值会有利进口 但是相对的 如果新台币贬值 那么进口后的价格就会变成24,000元 所以说贬值会不利进口 在这边我们帮大家把它整理成一个表 但是希望你千万不要用贝德 你可以在写题目的时候像我们刚刚那样思考一下 贬值会造成什么后果 进而影响进口或出口 久了之后就变成你自己的知识咯 既然已经讲到了汇率 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如果今天新台币升值 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出国呢 诶,你可以想想看哦 台币升值代表台币变强了 只要比较少的新台币 就可以买到一样多的外国货币 所以这个时候就适合出国咯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关于 国际贸易以及汇率的观念 也就是入超与出超 所谓的入超就是进口总额大于出口总额 你可以把它想成 进入的多,出去的少 所以叫做入超 它会被称为贸易逆差 与这个概念相对的则是出超 它跟入超相反 代表着出口大于进口 也被称为贸易顺差 在下一支影片 我们会针对这两个概念 做进一步的介绍和厘清 大家敬请期待咯 今天的公民丁就到这边 大家拜托快来按赞还有订阅码 点点手指就可以给公民丁 跟大家支持咯 公民丁,我们下次见,拜拜 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